行政長官曾蔭權,不理教育評議會的反對,如常出席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班長典禮 特首的身份來參與,就希望表達我對他們的尊敬和感謝 教育評議會代表在曾蔭權頒獎的時候來場抗議 他就算出席都不應該在頒獎台上頒給一些傑出的老師 但是他沒有聽到我們的勸告,不單止沒有聽到我們的勸告 甚至乎你剛才也聽到,他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當記者訪問何漢權的期間,曾蔭權急急離開會場,沒有再發表言論 人民理論兩位立法會議員,5G14局的決議案 總共提出了超過300個收聽 現在正式交給我們的勸告書代表 我自己舉這麼多的修訂,我最喜歡的修訂就是 將文化局改為文藝復興局 我覺得這個是最有意思的 但又有叫做文化保育局 文化發展保育局 那就是本土文化促進局 有很多的建議 這些建議有不少來自網民的 那些修訂案就不像那些法案修訂案那樣 就可以根據每條修訂案的發言 總體成的決議案每個議員才可以發言15分鐘 那不然這個在表決那裏你就需要一些時間 還有我們也要讀修訂案 或者它可以標示在那個板上的,不可以讀 這個修訂案一般就是議員起床台 就是出席我和你這個議案幾多號 上一次也是這樣,講幾多號 它日後都會有一個編號 然後它上面那個鏡頭就會打出來 是吧 這個做法就算我們三百也好,三千也好 這一次的綜合辯論 綜合辯論每人只可以講15分鐘 不可以重複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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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重複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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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三百個修訂 五分鐘 是吧 那就是千五分鐘 好 她想說些甚麼 我都聽不懂 不想聽說話語無論詞 不如逢星期二晚上十點 聽我們的新界最詳細吧 新東版主持有 萬必因新港貓姐 新西版主持有 物業成李慧妍 一同東西法力個半鐘 今夏 princip 花宇法 ?... 新西籍 黃旻民頻道 現在替你否釋直至 回到第三節,第一件事要問一下 明天會議會很重要 明天由早上開到晚九點開到十點 明天九點到一點是大會 即是續會,今天還未完 今天競爭條例草案三讀通過 明天上的就是一個調解法例,律政事題 那個是沒有爭論的 再來就是一個強積金的修訂條例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法案 另外一個是大家說的 一手扭那個是27號才來的 要讓路給梁振英 現在在梁振英的五司十四局的決議案提理 立法會之前有五條政府的法案要通過 但是時間呢 只有明天 那我就不知怎樣開了 現在星期一、星期二都要開 但是星期一、星期二呢 劉慧卿的財委會呢 又加開這個財委會 那就是 就是 亂了 基本上就是 星期一、星期二呢 還要續 明天的會 一邊續下去 以及財委會又這樣續下去 那你星期一、星期二 你能否搞定財委會呢 以及能否搞定現在我們所說的法案呢 真是未知之數 現在整個建制派呢 就是全部吃光雅藥的了 有就只是我和大舊和長毛幾個人說話而已 就是這些法案 連民主派都很混亂的 都有心就是 就它 看到的 那在財委會可以爛它 在現在的大會裏面還有五條法案 這些五條法案 如果你不斷這樣說話呢 它根本 六月二十日 即下個星期三 這個五司十四局的決議案 是不可能拿來立法會的 是啊 現在很多朋友未必聽得懂 因為 剛才提到的問題就是 如果這些法案 一直停下來 就會牽連到五司十四局 但是民主派就覺得 這些法律要先改 問題是如果這法案 變相五司十四局 就很輕易就可以去到 整個問題的關鍵在這裏 明天開始的財委會 會暫時開十個小時 然後星期二 就各家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十八個小時 即是劉偉輕易為十八個小時 他就一定是交到差 我當然不會肯過他 我們提到的動議 只是表決都可能要二十幾個小時 如果五分鐘表決一次 另外我們在大會的決議 我們提了三百個動議 現在曾岳城未批 三百個修訂 這些修訂案 你又不能逐個說 總共只准說十五分鐘 但是表決要五分鐘 我們可以做的都可以做 但是我估計財委會 當我們提出動議的時候 劉慧卿會難我們 他今天弄了一份被書署的財委會議事成規則 發給記者 還好笑跟記者說 要將我們的動議 不讓我們提出 就用那些動議 展示出來 我心想 你真是盲目 譬如我們現在 預先預告的修訂 放在秘書署處理 然後他會輸入電腦 輸入電腦 然後在電子屏幕 可以展示出來 但是我們財委會 是不需要事先預告的 到期時說 我到期時說 一張出來讀給你 那我影印一張給你主席 就是這樣而已 還有影印給委員 如果需要的話 大佬 你怎麼放在電子屏幕上 展示 你真是吃錯藥 你明白嗎 想盡錢放百計 都要難我們 你明白嗎 如果這樣說 他究竟是建制派還是什麼 為何要這樣做 不懂 他說他絕對公正 那是公正 但是他那些黨友 就說 在人事編制委員會 提成幾十個動議 結果一條都沒有提 然後現在又說 在財委會上 要問到督 我看他怎麼問到督 到時 整班都要拿去後巷委狗 又是那句 就是這樣 說回馮偉剛那件事 喂 你這些大佬 進入中聯辦 和共產黨密室談判 就不是賣黨求榮 人家要轉份工 為何不刮你四婆 要去找個官做下 就叫做賣黨求榮 是否雙重標準 哦 梁振英和我們政治立場不同 黨有規定 你現在這樣去建這份工 沒有告訴我們 這就是賣黨求榮 那你們那些浮家屬 進入中聯辦 你又告訴我們嗎 你又告訴你的黨友 有聽嗎 這個真的不是幫馮偉剛 很多人都沒有說這個點 你進入中聯辦和共產黨 不是你敵對的嗎 你不是賣港求榮嗎 你不是賣友求榮嗎 你馮偉剛只是因為在你那裡 你超級議席又不讓他選 只是做一個小小的中常委 副主席又不是 你讓主席去做便沒事了 又不能做立法會議員 喂 那現在冷漢有一個機會 可以去梁振做副局長 之前寫一篇文 擦一下他的鞋 是嗎 其實這個契弟一向都是親共的 是不是 你民主黨明知道他一向都是親共 你都容許他在黨內 還要做中常委 你今時今日 有什麼資格批評 馮偉剛賣黨求榮 你是縱容他 姑息他 作為一個很明顯 已經是共產黨 已經搞定的人 在你的黨內 這個人都知道 包括台灣搞我 都是共產黨叫他做的 說完了 真的 是不是 寫我兒子幹什麼 寫我兒子和共產黨 說我投共 又是你說的 吳家燦現在誰投共呢 是不是 這班人 是一些後巷餵狗 另外一種 就是要餵狗之後 餵狗之後 那隻狗還未飽 就要拿去餵狗 就是陳景輝那些 林輝那些 就是當你 馮偉剛 屈我的時候 你在這裏 推波助瀾 你這班 又是要餵狗的 我告訴你 不分是非 是吧 哪個投共 是吧 對不對 我覺得沒所謂 馮偉剛 他為自己做 他選擇職業的自由 是吧 是吧 他神早都擺明居馬 挑你 在民主黨裏面 就是很明顯 和張炳良那些都是一路的 大哥 對不對 那你都要容許他 在這裏做中常委 但是 一點都不奇怪 吳家燦你都入中聯辦 跟李光影那張相 現在永世難忘 經常被人鋪上網 是吧 你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資格去批評馮偉剛 好笑 真的 他覺得這班人 是吧 你一日通了匪 你都脫不了身 是吧 共產黨都可以鬥 你慘過愛知病 那你有什麼資格去批評 你早就應該叫馮偉剛 走 如果你的黨真是 那麼其次鮮明 是吧 就是 反對共產黨的 是吧 是吧 整天人格分裂 六四就在哭哭哭 是吧 你怎麼吃六四的老本 吃到現在 我們就不 老實說 作為一個人 不要說中國人 對於八九年六四發生的事情 是吧 我們有那個道義的責任 繼續記得 繼續說 雖然看到你們這班契弟站在台上 我火燒心 但我也要去六四燭國文會 但你們這班真是契弟 你找一個人告訴我 他們不是契弟 給我一些理由 是嗎 是嗎 香港人 如果九月 選舉 那些所謂支持民主派選民 繼續 要被這班契弟 在欺騙你 只有兩個可能 一 就是你很無知 是吧 第二呢 就是你賜了 是吧 一些出賣的人 你繼續投票給那 那天就賜了 是吧 無知 有時候被欺騙 還可以 騙了很多年 不是騙這次了 騙了二十年 有些人經常說 我們 什麼什麼 他經常問民主黨 如何如何 我其實也不是很想罵他 現在也不用我罵他 但是有些事情 你不去提醒一些人 我覺得我不負責任 因為我太熟悉這班人 太了解這班人 是嗎 可以在立法會裡面 跟他們交手 大哥 他們現在對我的策略就是 叫你 不會跟你聊天 是吧 跟你不相往來 是吧 然後你打他 就不回應你 就是這樣 你有吉士 我 在立法會批評你 你博我 大哥 他是不會回應的 是吧 當然我又不是經常 我偶爾 我就 我就會找他們開刀 好像這件事 沒有好笑 是吧 所以即使馮衛剛 搞我 是吧 是吧 我這筆帳就寄在這裡 先掛帳 先 先 先 但是這件事 我都不會 認為民主黨說你賣黨求榮是對的 是吧 你要反問民主黨 如果我這樣叫賣黨求榮 但是雖然是這樣 我們也是照做的 我們也不會 是吧 因為這些主流傳媒 是吧 在那裡亂說 是吧 就是 對我們的所作所為 是吧 就是很多負面的報導 評論 但是我們都沒有所謂 是吧 是吧 前兩天主席 就傳了短訊給我 是吧 這些我們 都沒有秘密 是吧 今天的開會一定 就是初步人選名單 等等 是吧 我沒有參與 大哥 早兩天 這個 蘋果李百方有篇報導 說 九西要分兩條隊 是吧 接著還開了名字 什麼 星氏醫生原名 我最記得那個字 是法衛 法衛 接著就 有些人說 不行 一條隊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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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立法會的蘋果 高級記者 問我 我說這些不是 莫劍元 是不是 要不就 陶君行 善料給他 不知道在哪裏 聽回來 或者陶君行 可能在人民力量裏面有針 是不是 莫劍元 就和陶君行很老友 說了很多年 我在這裏 OK 這個是契弟中的契弟 是不是 經常搞我們 那 接著你看看未來的選舉 他一定是捧陶君行 托王陽大 這是必然的 是不是 我一定有機會 我一定教訓他 我告訴你 那麼 我又想 又好像不是他 但是他跟他熟 那條就是他那裏 但是陶君行 早兩年有個死敵 叫任良憲 嘩 我們越想越寒 現在 你明白嗎 那 兩條隊 又好像是 另外一個人說過 試過跟某人說 嘩 我真的 想想 你真是 於是我就跟主席說 我說 選舉期間 所有這些事 這些小道消息 異語 陸續有理 不如理會 亦都不必動路 是嗎 因為陸續有理會 太多個人 是嗎 我再說一次 對我來說 選舉最大 對我來說 未來這兩個月 這兩個月 選舉 是不論你什麼人 影響我們人民力量的選舉 我就是 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 OK 再說一次 選舉 五個區 包括港島 新東 新西 九西 九西 九東 那個選舉 OK 是嗎 有任何人 OK 外面的人 裏面的人 裏面的人 做任何的事 影響到那個選舉 我們都是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 說完了 OK 所以希望各位好自為之 OK 所有選舉對外的發言 以劉主席為蠢 說完了 OK 我不要聽這些語言 不要聽這些小道消息 是嗎 所以大家就好自為之 我沒有去參加這個執委會開會 現在 因為這段時間都忙得抽筋 那 執委會的決定 我們就是 就是我們的決定 說完了 是吧 所以 不要再搞 是吧 再搞 我老爸回生都沒面子給 好 聽阿輝 阿輝 喂 佑敏你好 是 我想說一說 關於 上一次 說到 親家遊航 有一個 朝早的活動 好像是 未得到 不反對通知書 是不是 朝早活動 未收到 反對通知書 不反對通知書 不反對通知書 是 其實 我想說 就是 在打拉波 那時候 就是 立法會 門外 就是 有一些人士 就在那裏反拉波 是不是 但是 這個警方 就 最終 就不起訴 他們就說 他們是 三個一島 三個一島 就不算是 集會 這樣 其實我覺得 那天 如果 他們最終 不給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 參考這個模式 你覺得呢 是嗎 明白 現在不要太早 討論這個問題 沒有必要 這個是任務我們負責的 OK 最近 有些人說 DBC有一個 十級自由風 我主持 其中一個 叫做王偉文 這個 有時候 跟過我讀一兩年書 去商台做過 商台做的時候 就是 我被人抄魚的時候 他在 OK 另外一個 我姓抗的女士 叫做 抗詠圈 這個就是 劉細良 就是中央政策組 現在快不做劉細良 我老婆 OK 另外一個主持 就是鄭家芙 最近 就說 動這個人力 又動這個皇上 我聽回那些內容 我的看法就是 你批評我們不要緊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罵我都沒有所謂 但是你一定要基於事實 但是這位抗女士 他是基於 不實的事實 或者他了解 理解這個事實有問題 他理解錯誤的事實 然後對我們指控 我覺得這個就很有問題 是很不專業 我現在這樣對抗女士的回應 就是給你面子 劉細良 你再來的話 我真的不能跟你說笑 包括你鄭基罕也是 你罵我們有什麼問題 李慧玲大口令人罵 現在晚上罵到早上 踢走黃銘 他做這個 情郎一天蒸發 有一個陳志雲支持 陳志雲真的這麼重口味 我真的不明白 好了 都不要緊 麥克風在你那裡 我也有麥克風的 我也有麥克風的 我們這個麥克風不是主流媒體的麥克風 我自從被肥婆炒了油魚之後 從來都沒有辦法去主流媒體開麥克風 他都計算好 不是共產黨屌 即是梁振英 嚇到他賴屎 這個余僧 當然現在他沒有所謂 他要求女兒 抱著一個富婆 多好 你陳志雲 你找李維寧 你繼續答我們都可以 你試試選舉 我一定可以去ICS告你 我告訴你 我預先說都可以 是嗎 你如果影響到這個選舉 就觸犯選舉武蔽條例 你繼續說吧 是嗎 你將會成為 最多人在港管局投訴的一個主持人 這也是事實 是嗎 有些投訴可以成立 有些不成立 最近無先的投訴就成立了 是嗎 講人力的就成立了 是嗎 港管局 不知是勸議還是警告他 是嗎 所以做傳媒 OK 就像我們在罵人 我們全部基於事實 然後作一個價值判斷 英文叫fair comment OK 你基於不實的事實 或者將事實扭曲了 然後用來罵我們 我們一定跟你計算 是嗎 現在 我聽完所有的節目 有些人跟我投訴 那我還是宜中留情 當你對事實了解有問題 是嗎 特別是你說 那天 星期日遊行的事情 你上網看到那些混蛋 罵我們那些 你當是事實嗎 是嗎 是嗎 你這個節目有十級自由風 我現在都支持大班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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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倒塌 那麼早去幫他做節目 是嗎 是嗎 捱義氣 是嗎 是嗎 就是希望 有些多元的聲音 你只靠香港電台 和這個商業電台 暴街都可以 兩個電台都不知所謂 我告訴你 那些節目不能聽 朝早和晚上 是嗎 有這樣的DBC 我們當然是樂觀其成 是嗎 你來玩我 你來尿我 你根本是吃錯藥 徐先生電話 你好 請說 徐先生 我想說這個 馮偉剛 我覺得這件事 民主黨都要有責任 去 去 去 知道這件事 我覺得 就是有什麼理由 李宇寫那篇文 是認為民主黨知道的 哈哈哈哈 好毒的 那篇 最後一句 可能他認同這個 馮偉剛 那個立場 的神祖 不過不說出來 就是這樣 就是 我先說 我覺得 就是民主黨這幫 契弟也是 沒有人用的 就是有什麼理由 就是人家叫那四個去選 就是什麼政治助理他們 去做的 那幫傢伙也是 無交流的 這件事就是 就是人他們是死的 就是人他們是死的 不是死 是不是人他們是死的 他說要測試 他那個用人的那個 就是 標準 是不是用人為坐 那現在是不是測試到呢 是 最妙就是現在是不是測試到 是吧 是 是 不是 你說得很好笑 你想想想 為何給了這麼荒謬的理由呢 那你是不是以前 你要測試一下曾蔭權呢 為何現在是梁寅英 這一屆你要測試他呢 為何以前沒有測試他呢 是吧 好多謝你的電話 OK 好繼續努力 那這樣啦 那今晚呢就沒辦法了 我們遲開場 遲開波 但是呢 我們到時 現在時間差不多 我們就不想在毓文流 因為事實上 大舊打電話給我的 他說他在毓文最好 連這一節都不做的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沒辦法了 為什麼呢 因為明天早上那麼早 九點鐘又回 法庭都不去啦 是啊 又要去立法會 那大家其實要了解 因為呢 這兩天 禮拜五和禮拜六的會 財委會呢 那個重要性是不下於 之前的拉布 因為如果這兩個會 那個時間是拖長的話呢 他就達到了 最初拉布的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要這個5C14局 糟糕 難產 難產 那基本上就不可能的 他最多7月1日之前難產 浸出1日之後都不難產 機會好微的 但是如果7月1日之前難產呢 那起碼國家領導人來到的時候呢 那大家開心一點 對不對 對 調氣順一點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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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看到呢 梁振英基本上是好班 所以雞鳴狗道出奇門 事所以突自也 王安石說的 全部都是雞鳴狗道 好 謝謝 我們不是要阻攔 這個5C14局 我們是認為沒有必要的 這個政府架構重組 完全沒有必要的 OK 所以我們必要這樣做 OK 說到他不但沒有必要呢 而這個重組呢 是會令到整個行政管治 可能面臨災難性的發展 他一來增加一些職位 有些是不適合的人座那些位 第二就是有些職位的增設呢 是用來監控更加高的人員的 譬如你設立個副財政司的職位呢 梁振英把自己的親信用來監控這個親信用來 整個行政架的管治 基本上是互相猜忌 互相不信任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的做法 只會令到整個行政管治 是更加惡劣 和失去這個效果 簡單講幾句 人民力量就回這個5C十四局的議案呢 我們就提了三百個的修訂 修訂的主要的內容呢 就涉及到日期和有關的名稱 因為我們覺得那些名稱太過難聽 比如文化局 那有些的網民給一些好好的建議呢 比如本土文化促進局 或者是文藝復興局 或者是文藝發展局 這個名稱呢 是現代一點 和是反映到市民的意願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修訂呢 可以帶起多些討論 都關注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很多修訂就涉及到日期 包括這個條例的實施日期 當然就是後任特首梁振英 就很想7月1號 那我們的修訂呢 有50多個的 那由這個7月1號 8月1號 9月1號逐個月移動 是移動到這個2017年的6月1號 那就是因為我們原則上 覺得這個建議呢 是一個災難性的建議 那另外有些就是那個所謂的 入落條款 那就有關的條文 就是什麼時候這個失效 那我們都有幾十個修訂呢 是關於一個日期 這個5、7、14個 什麼時候會失效的 那所以就 今天十二點前 就要 一關的修訂 那我們剛才入了一大部分 一百六十幾 那我們會省後 任何決議的部分 那那個動議呢 先講一下修訂 大家要搞清楚 那連梁振英都說錯的 說他我們有修訂 然後動議他廣道亂錄 他都不知道什麼一門事 那有兩個部分 在決議案的部分 就是這個20號 6月20號 那我們就提出 總共差不多300個修訂 那現在這個修訂呢 是針對那個決議案 就是令到這個架構 重組一個法律庇位 OK 那這個是有法律的效力 OK 那我們議員呢 就可以提修訂 但是就不是合兵辯論 也都不可以就 每一條修訂的法律庇位 OK 是總體發言 加上你都是十五分鐘 你有沒有提修訂案 都好 你都是只想就這個決議案 要發言十五分鐘而已 那三法條修訂案 就有一個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我們是可以延長那個表 即是說那個時間就是表決 OK 如果正常來說是五分鐘表決 是吧 但是他們會有人提出要求 將五分鐘變五分鐘 但是這個是分組投票 如果泛民主派支持呢 那就是變成一分鐘了 OK 那這個就是關於決議案的部分 另外我們提出 差不多一千條動議 就是6月15號在財委會 那動議呢 就沒有得辯論 但是可以表決 表決是什麼 表決處理那個動議 就不是大家討論那個動議之後 然後去表決 在財委會呢 他就只是准你提出那個動議 然後問在場的委員支持 討論這個動議 還是不支持討論這個動議 OK 那就是又是要表決 OK 那裏還有一千條 那除了這樣之外呢 那我 就是賠款是發揮的 那現在財委會呢 就決定 就是除了原先 上個禮拜 決定開這個 十個小時會 講這個禮拜五 禮拜六加起來 可以十個小時會呢 他另外加多三折 就是說呢 禮拜六 是要開會的 禮拜六要開會 就好像加多兩折 那我們是反對的 不過大部分人都是支持的了 那就是兩個 財委會和決議案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們進來的兩位議員呢 就會盡量 就是我們 這個是五千十四個 我們是認為沒有必要的 這個政府架構重組 完全沒有必要 OK 所以我們必要這樣做 OK 我們不會用這個 最後一個要對 我們會用這個 我們會用它 我們會用這個 arquitect 好 我們會用這個 也可以用這個 就是我們會用這個